家处所于去年11月 接获民众报案 本县水上乡 有意男子饲养犬只 有追车咬人 以及造成环境张乱的情形 按经本所派员访查 该男子确实未完成 世主责任 未将所饲养的六只犬只 完成绝育 宠物登记 以及狂犬病预防注射等等 该男子经本所令其因限期改善 然而在改善期间 该男子竟然将全部的犬只 鱼与弃养 本案本所已经将该民事组 依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 以及动物保护法 总共开罚11万3千元整